AI是人工智能的英文缩写 是一种由人制造出来的机器 这种机器可以模拟人的思想和行为 从而体现出一种智能反应 从小爱同学到小度 再到击败人类职业骑手的 人工智能机器人阿尔法狗 AI早已走进人类的生活 但近期出现的Echat GPT和Sora 为代表的生成式AI 却带给人们前所未有的震撼 撰写文案 编写代码 根据文字生成视频 震撼之余也不断有人发出警告 人们一边惊讶于它强大的功能 一边忧心于真实与虚假的界限 是否会变得更加难以辨别 优美的风景 盛放的鲜花 可爱的小狗 这些你亲眼看见的画面 实际上并不存在 而是由人工智能生成的 2月16号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再次扔出一枚深水炸弹 发布首个视频生成模型 SORA 该模型通过接收文本指令 可以生成长达一分钟的高清视频 A.I. tools will extend our creativity 知识 知识 联系 电视公司和媒体的高管积极沟通 早期参与SORA测试的影视从业者 开始录出测试结果 其中 SORA参与制作的手部励志小短片 气球人热度颇高 无论是画面的细腻程度 还是运镜手法都十分流畅 画面中 人的汗毛 血管清晰可见 连脚踩到草坪上的细节 都处理得十分逼真 不仅如此 SORA还生成了字幕和配音 4月1号 OpenAI宣布将从当日起 逐步放开使用AI语言模型 Chad GPT的注册要求 用户无需注册即可使用 这并不是一个愚人节玩笑 放开注册可能使得用户量激增 从而给竞争对手谷歌 造成巨大压力 一年前发布的Chad GPT 让文本撰写和创作 检查代码程序等 都变得易如反掌 随后 全球生成式AI应用加速发展 多模态模型及应用 成为新一轮AI竞赛的主战场 在市场还在为文生文模式 意犹未尽时 音频 视频等多个智能模型 接连冲击而来 与AI相关的研究 正在向前大步迈进 据彭博社预计 生成式AI的市场规模 将在2032年 扩大至1.3万亿美元 那么生成式AI 真的是一支马良神笔吗 还是超级怪物呢 自然杂志表示 文生视频AI工具 让每个人都有机会 成为媒体内容创作者 但它同时将给社会带来广泛的问题 有媒体认为 尽管互联网的出现 使得信息的获取 创造和传播 成为民众的普遍权利 但其并没有带来 真正的信息多样性 海量信息时代 仍然存在信息垄断 和有效信息沙漠 互联网底层核心技术 和规则的掌控者 仍然可以控制信息受众 比如高层次的AI大模型技术 和应用 可能会被极少数公司所控制 这些AI巨头 拥有难以被法律约束的 另一种权利 如果按这样的轨迹发展下去 它们很可能成为 无所不能的怪物 此外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 2023年蔚来就业报告估计 到2025年 自动化技术和人工智能 在全球范围内 将影响近40%的工作岗位 而且会取代其中一些岗位 但人工智能创造的就业机会 将比它们取代的 还要多1200万个 我们大部分的人 肯定不会知道 大模型里面算法是什么 我们也不需要知道 但是我们要会使用它这个工具 你要知道怎么用它 或者对你的业务 对你的工作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当然会有一些行业 有些工作也会消失的 但整体来讲的话 社会的生产力会大幅度地提高 所以现在讲到新制生产力 其实很有道理 人工智能家 包括作为一个 作为一个智能社会的 基础设施一个底座 它会大幅度地改变 改善我们的生产力 Chad GPT创始人阿尔特曼 在他的博客中写道 在未来的五年里 会思考的电脑程序 将会阅读法律文件 还可以给出医疗建议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 他们将在流水线上工作 甚至可能成为伙伴 在那之后的几十年里 他们几乎会做任何事情 包括做出新的科学发现 这些发现将扩展我们 对万物的概念 我们认为AI 会成为一个 技术和社会的革命 历史学家 克里斯蒂安·兰格说过 技术是有用的仆人 但却又是危险的主人 生成是AI最大的缺陷 在于无法判断 食物的好坏 以及进食的界限 生成是AI应用的 加速扩张 使得隐藏的风险 不断浮出水面 随着近年来 数字科技 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 如何平衡科技创新 与法律 伦理 依然成为 人们现实生活中 正在面临的新挑战 如今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 以进化至换脸 换头 甚至能无中生有的阶段 在其繁荣发展的另一面 阴暗也在随之蔓延重生 2023年3月18号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在他的真实社交网站上写道 他预计将在三天后被捕 并让支持者准备看他被捕时的照片 没想到 现实中这一幕还未发生 用AI合成的特朗普被捕假照片 就在大肆传播了 当然 特朗普并不是唯一抢眼的主角 各种形形色色的图片 照片广为流传 一时间让网友们难辨真假 最近我去了很多地方 比如意大利 还是法国和日本 汽车工人将没有工作 因为所有汽车都将在中国制造 发布此类视频的用户 大多使用的是一款名为 黑锦的应用软件 用户只需提交满足要求的初始视频 就可以实现一键翻译视频 使用自然的克隆声音 和真实的说话风格 它的这个是创新引领的监管框架 它是以企业的创新走在前面 创新出现了一些问题 大家在去监管 去增加一些监管性的措施 所以我觉得从统筹发展安全的维度 美国可能更侧重发展 尤其是强调科技创新 那么安全的一面 美国因为自己技术比较先进 他认为在这种大家都没有保护的状态下 美国能够凭借它的技术优势 让自己赢得安全 随着AI技术的不断发展 更迭 AI技术的滥用 更是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有专家认为 未经授权使用他人形象 进行AI合成 可能会侵犯他人的肖像权 名誉权 隐私权 此外 AI合成技术降低了虚假视频的制作门槛 给社会上的不法分子带来可乘之计 比如用来炮制 传播虚假信息 以及诈骗等 据统计 在过去一年里 AI诈骗事件在美国的同比增幅超过50% 美国联邦调查局2023年3月 发布的一份相关报告显示 2022年 美国网络诈骗造成的损失 达103亿美元 创下五年来新高 面向老年人的AI语音骗局 则是重灾区 在詹姆斯·卡梅隆指导 史瓦辛格主演的《终结者》系列电影中 过度发展的人工智能系统 对人类世界发动反叛和攻击 这种威胁不仅体现在机器人的强大力量和智能上 也体现在他对人类生命的末世和无情上 2024年是全球大选年 拥有全球一半人口的共计50多个国家 将于2024年举行大选 美国公共广播公司担忧地指出 生成是AI 不仅能快速生成有针对性的 竞选电子邮件 文本或视频 还可能被用来误导选民 冒充候选人 诽谤候选人 甚至煽动暴力 1月23号 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 共和党党内初选 在新罕布什尔州举行 在此之前 很多美国选民都表示 自己接到一通 来自美国总统拜登的电话 这通电话以拜登的口头禅 真是一派胡言开头 建议选民不要给特朗普投票 而是把选票 留到11月大选时投给民主党 随后 白宫新闻秘书皮埃尔澄清说 这是一则伪造的电话录音 分析人士担心 在美国选民容易受到 错误信息影响的当下 人工智能可能会在大选期间 制造出更多混乱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 从信息传播角度 将AI滥用大致分为四类 除了民阴克隆之外 还有生成式文本 深度伪造图片和深度伪造视频 我们以前实际上在人工智能时代之前 也是会经常讲那句话 就是你造谣是张张嘴 是吧 皮疗要跑断腿 你得核查实施 搜集数据 等你核查好了 是吧 这个热点已经过去了 所以应该讲呢 这种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 视频图像的这种低成本的 快速的处理 应该说给我们的政治和社会生活 还是带来比较深刻的影响 科幻小说和真实战场之间的界限 正在越来越模糊 近日 据五角大陆官员证实 在新一轮八月冲突爆发后 美军已开始使用AI识别袭击目标 并摧毁他们 然而 人工智能与战争的日益融合 带来了许多挑战和担忧 引导AI技术 从实验室过渡到战场 是各国军事领导人 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之一 伦理学家担心 把可能致命的决定交给机器 会带来灾难性的前景 进入2024年 加沙地带上空战争的阴云 仍然没有消散的迹象 加沙地带密集而又隐蔽的军事据点 始终都是摆在 以色列军队面前的一道难题 在过往的军事行动中 以军就曾表示 由于哈马斯人员 会在以军进攻前消失在地道中 以色列空军常常面临 无目标可打的情况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以色列方面也将目光投向了AI 2023年11月 以色列国防军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正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中 使用AI系统来快速生成目标 从每年50个到每天100个 AI系统的使用 让以色列军队在寻找攻击目标上的效率提升了几百倍 而与攻击目标一同快速增长的 还有加沙地带的死亡人数 令人玩味的是 这款AI系统被命名为福音 不过福音系统究竟通过哪些数据来生成目标 目前还是个谜 法新社3月3号发表文章 题为加沙平民死亡人数 挑战以色列人工智能的准确性 报道指出 针对该人工智能系统的准确性 有专家提出质疑 多位专家表示 为了锁定哈马斯武装人员 以色列军方可能会向该系统 尽量多提供无人机拍摄画面 社交媒体帖子 地面特工所获信息 手机位置和其他监控数据等 据新闻媒体加972杂志的调查 以色列使用福音系统来选择轰炸目标 强调数量而非质量 不过更加令人担忧的是 由于这一新兴科技应用于战场的性质 难以界定 从而导致这样的行为 也难以被制止 严格来说呢 自列这个例子呢 它是用AI去辅助 去筛选这个攻击的目标 所以说这个是不是 典型的致命性自主武器的应用呢 还不是很好说 但是我们现在 从这个国际法的这个原则上呢 往往我们比较偏重 关注这个国际伦理的问题 那么现在如果是智能武器 全自主的 本来要打击军事目标 结果呢误伤了拼命 那么谁应该承担这个责任 是吧 是算法的研究人员呢 还是下令使用这个无人自主武器的指挥官呢 这个实际上 从国际法上确实是存在着模糊空白的地带 在英国智库 Global Data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指出 尽管公众对AI的兴趣大增 主要是由于生成是AI 但多国军方早已将注意力 投向AI未来在战场上的应用 尤其是能够进行深度学习的 自主武器系统 虽然早在2019年的一次联合国会议上 许多发展中国家代表 都支持完全禁止或严格监管 基于AI的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 但美英 以色列等国 却明确表示反对 2023年8月 美国五角大楼就宣布成立 生成是AI工作组 将在分析和集成 整个美国国防部的 生成是AI工具方面发挥作用 美国政治制度中的旋转门 也在过往政界 商界 军界的旋转中 为AI业界开启了一个空间 一众硅谷精英摇身一变 就变为了五角大楼的顾问 人工智能武器化 这确实是不可逆的 事实上在美国 人工智能的产生 始终与军事应用密切相关 更大的方面讲 你看美国的这种先进高科技 好多都是从军事技术起来的 现在方形为爱的人工智能 在美国有一种极强的内在冲动 就是军事应用 而且也根本不可避免 因为美国就干这个事 这先行者他知道其中厉害 人工智能它的能力很强 它能对人类的贡献很大 但是它能造成的危害 恐怕跟它能造成的贡献 也是成正比的 正因为这样的 就是说美国现在在军事技术应用上 它是不遗余力地要人工智能武器化 而面对AI 人类要面临的颠覆还不止于此 2023年5月 掀起AI使用热潮的 OpenAI首席执行官阿尔特曼 就在美国参议院的一场听证会上 发出警告 那么为了避免由于AI技术发展过快 从而导致失控的局面 人工智能对齐 便成为了近年来 AI行业研究者开始关注的一项议题 对齐 英文叫Alignment 它要解决的问题就是 如何向人类的价值观进行靠拢 对齐这个概念是由控制论的鼻祖 罗伯特·维纳提出 他当时就是幻想 未来的这个机器 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功能化 越来越越实用化 那他就提出说 我们最好能确保 我们把机器里注入的这个意图 是和我们想要它完成的 这个事情的意图 是一致的 比如说不能机器想做A 你想做B 那就是产生了不对齐 会有风险 在ChatGPT出现以后 那我们就意识到 因为语言模型 或者大模型的通用化 如果你不善意地 对于这些大模型 进行合理的价值观的诱导 和对齐 那它就会可能产生 我们这个意想不到的后果 面对风险 越来越多的国家出台法案 将AI纳入监管 根据2023年人工智能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www.youtube.com 赛迪研究院网络安全研究所认为 欧盟采取了较为严格的限制措施 从国家法律层面对人工智能系统实施风险定级 并分别提出规制路径 而美国采取的治理举措则相对宽松 不仅如此 据法国世界报报道 美国大型科技公司一直在游说欧盟削弱和取消 欧盟人工智能法案中的基础模型法规 包括OpenAI、微软和谷歌在内的企业 寻求在欧洲不受限制的开发和运营这些技术 而无需严格地监督 2023年10月 美国总统拜登签署行政令 为本国人工智能安全制定新标准 要求美国人工智能系统的研发人员 与政府分享其安全测试结果 及其他关键信息 完善相关标准和测试工具等 但该行政令缺乏强制执行效能 3月28号 博敖亚洲论坛2024年年会开幕式 在海南博敖举行 来自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500多位政界、工商界和智库学者代表参加 发出共赢挑战、共担责任的博敖声音 在各场人工智能主题的分论坛中 各界人士围绕人工智能机遇与风险 及全球治理框架等问题 展开热烈讨论 论坛理事长、联合国第八任秘书长 潘基文在接受采访时呼吁打造AI的全球治理体系 我建议是 对此作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 全球性国际组织 联合国在AI全球治理方面 发挥了领头验作用 3月21号 联合国大会通过首个 关于人工智能的全球决议 抓住安全 可靠 和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系统 带来的机遇 促进可持续发展 这是联合国大会 首次就监管人工智能 这一新兴领域通过决议 因此该决议也被称为 具有里程碑意义 决议强调 需要制定人工智能系统标准 以促进数字化转型 即公平获取人工智能系统 所带来的好处 弥合国家间和国家内部的人工智能鸿沟 和其他数字鸿沟 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并应对其他共同的全球挑战 一方面它可以丰富我们的生活 但确实很容易被图谋不轨的 违法分子进行滥用 事实上现在全球范围内 对于通用人工智能的治理 包括我们国家 对于人工智能法的立法 也是提到了一个比较高的优先级 希望从全球智力的角度 能把通用人工智能 像传染病和核战一样 受到人们的重视及监管 也是呼吁一个全球的 对于人工智能和通用人工智能的 企业技术的一个全球的治理与监管 未来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的核心力量之一 在其惊人的应用价值背后 机遇和风险并存 从我们的日常生活 到世界政治舞台 再到硝烟弥漫的战场 人工智能的影响深远且复杂 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已经成为跨国界的共同一体 涉及全球治理和国际合作的 多个层面 如何使其变得足够安全 是重中之重 怎样做才能让人工智能 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 更好造福人类社会 这也是国际社会 需要共同研究探讨的课题 再次进行